来啦客观 放映社今日主打容易上火的红茶 让我们一起品一品茶中的血腥恐怖的故事吧 一条漆黑阴暗的地下隧道 流传着古老邪恶的恐怖传说 一群劫匪逃亡至此 却不知早已落入精心布置的陷阱 今天小琴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2007年上映的俄罗斯恐怖片《魔鬼忽入人》 科斯一群人经过周密计划 决定靠着打劫银行大赚一笔 结案当天 事情发展十分顺利 这二百密一书 滚动的弹壳让一行人面面相去 还没等保安反应过来 劫非等人就先下手围墙 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 两名保安重弹倒地 这让为首的老大十分愤怒 他本不想把事情闹大 但眼下事态发展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这时受伤的贵员 按下报警按钮 警车呼啸而至 见此情形 他们来不及考虑 联盟抓走一名保安两名贵员充当人质 飞速向着计划好的逃跑路线前进 等到全副武装的警察抵达 他们早已带着巨款逃之夭夭 而此时负责接应的司机也骑上摩托出发 两队人马约定在地下隧道的终点会合 为了防止警方追击 老大将洞口炸毁 众人沿着预先准备好的地图前进 人质们虽然挣扎 但迫于劫匪的武力劫持 只能亮亮强强跟随其后 漆黑的隧道中环境十分恶劣 四处都是积水废品 其中一人讲起有关地下恶魔的恐怖传说 两名桂员被吓得瑟瑟发抖 诡异的氛围下 众人不得已加快脚步 此时接应的卷发哥已经来到出口等待 就在他百无聊赖之际 竟意外踩到一只断裂的手掌 掩前如此恐怖的景象让他草木皆兵 他举起手枪试图下推危险 但身后的轨道却发出细微抖动 有人正在缓缓接近 可惜他对此毫不知情 随着人影闪过 卷发哥就此下落不明 可惜隧道中的众人还不知道 面对恐怖的环境 有人还有闲心开玩笑 看着被自己吓得连声尖叫的女人 科斯放声大笑 按照墙上的标记 科斯指挥众人在下阁路口左转 原来他和前来接应的卷发哥串通 沿路的荧光标记就是路牌 依照手中的紫外线灯 他就能顺利走出如同迷宫一般的隧道 只是这件事 格鲁一行人并不知道 他们听从科斯的指挥来到终点 但此处空无一人 如果他们没有走错路 那就是卷发哥出现意外状况 对于眼下的情景 格鲁十分担心自己会面临老狱之灾 于是他愤怒质问科斯 就在他们即将发生冲突时 一旁的老大还算冷静 在他的安抚下 格鲁不再出声 科斯脸上嘲讽的笑容 让格鲁怒火中烧 于是他起身向外走去 看着寂静的隧道 他不停叫嚣 试图用激将法引出卷发难 此时的他丝毫不知道那人已经惨遭毒手 出现在附近的正是恐怖的杀人狂魔 听到背后的脚步声 格鲁猛然转头 科身后空无一人 等待中科斯没有闲着 但由于觊觎人质的美色 他遭到激烈反抗 气急败坏的他选择用保安撒气 返回的格鲁阻止了这场殴打 两人之间的气氛立刻剑拔弩张起来 就在彼此不甘示弱时 回响在隧道中的惨叫声 令众人毛骨悚然 大家纷纷不敢出声 向着黑暗中躲去 闪烁不定的灯光下 隐约出现一个高大的人影 就在众人前脚刚刚离开 人影紧随其后 只见他捡起地上的珍珠耳环 视如珍宝地攥在手中 沿着铁轨一路寻找的众人 发现了卷发哥的头盔 卷发哥的下落成为此时最大疑惑 上面的鲜血让科斯意识到 事情开始变得严峻起来 眼下大家如同无头苍蝇一般 在地形复杂的隧道中乱转 而人质的无意之举 竟意外发现卷发哥的尸体 人质被眼前的景象下的铃声尖叫 躲在科斯身后一动不动 而卷发哥的惨状也让斯科倍感震惊 看着自己的好兄弟眼眶空洞满脸鲜血 他不停询问对方遭遇了什么 卷发哥拼尽最后力气 要他们赶快逃走 这时还没等他说清路线 就悄然咽气 众人被这番意外打得措手不及 唯一知道路线的巷岛已经身亡 即使人心惶惶也不能坐以待毙 一行人只能凭借直觉继续前进 可还没走两步 远方就传来恐怖响声 众人向着那片漆黑零年开火 但击中的却是一辆废弃矿车 在武力加持下 他们撞着胆子上前查看 竟意外发现眼眶空洞的动物脑袋 面前出现的房间 门牌上轨道人的字样 引起众人好奇 货架上的收集品 让众人瞬间明白住在这里的人 专门以杀人满足自己的奇怪癖好 厅中带有血丝的圆球 让格鲁毛骨悚然 不想敢油然而生 就在众人原路返回时 轨道人竟然将唯一的大门悄然锁死 大家绝望地拍打着铁门 却于事无补 老大提出用炸药将其炸开 但遭到阻止 听到门后传来的脚步声 他们决定让人质制造噪音吸引注意 科斯和老大则埋伏在两边 在轨道人现身时 给予对方重击 只见沉重的大门纹丝不动 但身后的人质却传来尖叫 原来人影竟然出现在 与之相反的方向 可经过老大的仔细检查 那是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一时间众人陷入现任危机 团队内部乱作一团 科斯用手墙要挟两人立刻分赃 面对背叛两人将他挟持 并试图逼问出口位置 可科斯一问散不知 见状格鲁将他左手打伤 顺势抢走他的紫外线灯 失去一切之后 科斯威风不在 自顾自得包扎着伤口 跟随在队伍最后 面对时刻会背叛他们的科斯 格鲁解开保安的束缚 此时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生机 在他们犹豫该如何讨生时 头顶的灯泡悄然掀灭 一行人瞬间分散 无疑给鬼道人送上可乘之机 看到金发妹被留在原地 科斯刚准备带他一起逃跑 就被毫无声息的鬼道人就地解决 锋利的铁稿刀刀致命 金发妹被眼前血腥的景象 吓得连连尖叫 而鬼道人却毫不慌张 他伸手摸向女人的脸庞 似乎在端详细艺术品一般 竟没有痛下杀手 他提起科斯缓缓离开 接后一声的金发妹不由得掩面痛哭 哥鲁循着酷生找来 脸盲询问刚刚发生的一切 可是金发妹此时语无伦次 众人只能在浓雾中摸索前进 搜索中 科斯出现在大家脚边 眼前残缺不堪的尸体 让众人心中发紧 不由得端起武器四下查看 哥鲁良心未明 将枪支分给保安 但两方并不信任彼此 于是决定分头行动 哥鲁和老大在隧道尽头买下炸药 而人质们却发生分歧 两名女孩打算和格鲁一对 老当的保安顿时成为下一个目标 漆黑的轨道里徐徐生起白雾 轨道员忽隐忽现的鬼爵身影 让人神经紧绷 听着逐渐逼近的脚步声 保安仿佛看到轨道员的身影 恐惧之下他慌乱开枪 却没想到击中的竟是刚刚跑散的同伴 看着金发女欢欢倒地的身影 保安不停道歉 却依旧没能阻止金发妹的死亡 意外发生后 保安在另一名人质的结纹下独自离开 此时地上的手电筒开始变暗 轨道员的脚步却越来越近 保安被铁轨夹住脚腕 挣扎间远处的矿车徐徐驶来 就在即将撞车时 他总算拔出脚腕 可刚一回头 锋利的铁稿闪至寒光滑过 保安瞬间倒地 轨道员端详着地上的尸体 取下自己作为中意的收集品 来到倒在血泊中的金发妹身旁 似乎不忍破坏他美丽的面庞 让人尽触人意料地留下全尸 之间他动作轻柔 缓缓合上对方死不瞑目的双眼后 其身向着其余众人追去 躲在不远处的女孩瑟瑟发抖 就在不停祈祷间 一晃晃的灯光让他大笑 好在对方并非杀人狂魔 在格鲁的带领下 他们向着隧道深处走去 然而两人并未发觉 凶恶的轨道员紧随其后 他们通过简易的独木桥来到对岸 临走时还不忘将木板拆除以防追杀 可就在格鲁寻找出口时 身后的卷发妹竟被绳索套住脖子 经过一番拉扯 格鲁忍着手掌传来的剧痛 终于将女孩成功解救 鬼道人恼羞成怒 举起铁鎬砸向支架 一时间铁箱摇摇欲坠 两人连忙另做路线准备逃离 就在卷发妹跟随格鲁钻进狭窄地道时 鬼道人不知从何处赶来 一把就抓住女人的小腿 卷发妹拼命挣扎着向前爬去 眼看着自己再次失守 鬼道人愤怒不已 他掀开铁板试图抓住猎物 可惜对方身形敏捷 三番两次都未能让他如愿 私利逃生的两人来到隧道尽头 在巨大的排气扇面前 卷发妹有些犹豫 见状格鲁只能先做示范 可他刚刚爬过 鬼道人就拉下开关 看着疯狂旋转的扇叶 格鲁脱下外套将铁棍插进空隙 将风扇控制 卷发妹也十分争气 在最后时刻成功逃出 鬼道人看着两人的背影 不由得怒火中烧 另一边老大将意外发进 卷发哥的摩托车 看着向自己赶来的同伴 他连忙接应 听到鬼道人紧随其后 他们明白身后的铁门是唯一出路 但眼下鬼道人将其堵死 为了活命 他们必须打开这条生路 经过一番商量 两人准备利用矿车将门撞开 听到这话 格鲁将早已布置好的炸药收回 可就在弯腰间 鬼道人竟不知从何处窜出 街杠狠狠扎进格鲁的大腿 突如其来的剧痛 让他冲昏头脑 不顾隧道是否会坍塌 飞快扔出手榴弹反击 剧烈的爆炸将鬼道人逼退 但由于并未命中目标 对方安然无恙 三人立刻被紧张气氛包围 就在这时 觉察到危险的格鲁 猛然推开为自己包扎的卷发妹 下一秒 他就狠狠撞上水泥石板 还没等他起身 鬼道人的身影就在尘土中缓缓出现 见状众人来不及犹豫 老大连忙背起格鲁向外跑去 慌乱间遗留在原地的枪支 落到鬼道人手中 这让他如有神助 一阵扫射下 格鲁不幸中弹 兄弟惨死 让老大十分愤怒 可他刚一开枪 鬼道人就猛然冲来 探导在地的格鲁 深知对方癖好 为了不让他得逞 竟掏出匕首 自毁双眼 鬼道人被他的行为激怒 卫永德奋力向逃跑的两人追去 此时大门已经被他们用矿车撞开 但卷发妹却因为撞在管道上晕死过去 面对豁然开朗的逃生之路 老大没有抛下同伴 选择返回救人 可此时鬼道人早已赶来 兄弟们的惨死让他异常愤怒 卫永德高声呼唤将对方引出 老大几乎挑衅的行为 让鬼道人骤然现身 一番缠斗后 鬼道人举起喷火枪 所到之处揭化作一片火害 见状老大只能边打边逃 但依旧能躲过追击 烈火中 他不得不爬向屋顶 面对对面纵然一跃 可这无非是刺投罗网 立刻被赶来的鬼道人截住去路 看着掉在半空中的猎户 鬼道人臂里惊人 竟单手提起老大狠狠摔向一旁 遭遇如此重击 老大不禁昏死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吊在坊间之中 屋里杂乱的陈舍续心不已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依旧不甘示弱地威胁对方 试图逼问出卷发妹的下落 可鬼道人一言不发 似乎是被老大的言语激怒 静止走向猎谷 手中的摘取工具 发出令人打寒的声音 老大明白自己即将面对什么 连忙反击 只是碍于双手背绑 他的挣扎显得异常缠弱 在鬼道人的前置下 老大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随着冰冷的工具贴上眼眶 他紧闭双眼试图阻挡 但依旧没能阻止逐进家中的疼痛 就在他即将遭受酷刑时 卷发妹举着枪支窜出 毫无准心的枪法 竟意外打断绳子 老大瞬间恢复自由 趁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 他连忙翻身拿起枪着的喷火枪 一套动作行晕流水 随着火苗喷涌而出 鬼道人瞬间淹没在火海中 见到杀人狂魔竟然还能移动 卷发妹惊恐地摆弄着枪支 鬼道人身旁的玻璃瓶应声而碎 他挥舞铁稿的动作也逐渐停止 见此情景 老大来不及上前检查 连忙拉着卷发妹逃离火海 就在他们飞奔而出时 身后的房屋发生剧烈爆炸 或加上的收藏品葬身火海 但鬼道人却愈火而出 只见他身形壮硕 不顾熊熊燃烧的火焰 迈着沉重的步伐向远处的两人走去 听着身后逐渐逼近的脚步声 老大拼命发动摩托车 眼见着鬼道人即将逼近 突然燃爆的鬼道及时阻止 给两人争取到最后的黄金时机 摩托车终于发动 在荒谬的油门声中 两人在连环爆炸的最后一刻逃出生天 冲出紧随其后的火蛇 二人终于见到和煦的阳光 在夕阳的街道上 卷发妹紧紧抱住老大 之前噩梦般的经历 让他将抢劫之事抛至脑后 隐然已经忘了自己曾是人质的事情 相较于那场精心布置的抢劫 鬼道人对于这场屠杀也有计划 从他们一行人进入隧道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踏入早已设计好的死亡圈套 原来就在科斯和老大协商那天 竟没有意识到隔墙游耳 坐在角落的独眼怪人 偷听到全部计划 他普通的装扮成为最佳伪装 丝毫没有引起两人怀疑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此刻笑得格外猖狂的自己 在怪人的笔下 模样确幸 结局惨烈 线条简单的画作 透露出丝丝含义 令人毛骨悚然 然而鬼道人的故事并未结束 火光中挣扎的身影遇事了一切 神闷的脚步声如同来自地狱 有关隧道的邪恶传说 依旧在继续 本篇作为俄罗斯出品的 杀人狂魔恐怖片 没有将重点放在 肆意喷涌的血浆上 而是想方设法 营造出逼自惊悚的恐怖氛围 封闭的空间让人不寒而栗 深处鬼末的杀人狂魔更是转足尖叫 对于鬼道人怪异变态的收集癖好 这个设定十分有趣 不同于以往的杀人狂魔 他在追求乐趣的同时 还兼顾了扭曲诡异的美感 放在玻璃瓶中的收藏品 让小青想到了小时候 曾收集过的玻璃弹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收集癖好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青分享哦 好啦 谢谢放声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往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懈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嗯哟 嗯哟 谢谢大家